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回來玩Pokemon Unborn 上次看我的Unborn 應該會在第二個道館卡關卡得很辛苦 今集其實我想試一下他教一下這個遊戲設定的難度 他這裡有一格Battle Difficult,可以調成低一級 低一級應該就是這個 我們選擇了這個困難難度 然後就看看他究竟會否有變化,會否能打贏這個導管戰呢? 好,Save 了Yes 現在就會變成下一個低一級的難度 試試看能不能贏 先說明,因為我都很久沒玩 因為經過上次連續失敗之後,陷了這個低迷 不是很想碰這個遊戲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我都講過很多關於這個遊戲的看法 我們試一試看看能不能贏 我不知道他調低了難度會不會容易了很多 嘩,他只有三隻 三隻應該不會很難的,我相信 對了,對面呢 對面這裡是因為有一個導管場地的效果 他自己制的,即是自制的一個系統 每一回合都會扣血 沒問題 沒問題 吃藥的 OK 基本上就應該容易打了很多很多倍了 因為他現在只剩下兩隻重 我有... 我這隻也OK的 阿撥梳魯 我們先換一換重 先換這隻 先做威嚇 再用格鬥重 好像要輸 好像都是要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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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增強拳 增強拳 就能打贏了 那... 最後呢 其實我也想降低的難度 因為實在太難打了 我不是很想用很多時間去到...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他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叫什麼 有一個叫做... 鳥竹些什麼什麼重去打的 其實這個遊戲 我又不是很想 我之前直播都說過了 因為我比較想的是一些多元化 就算用其他一些精靈都可以過關 而不是要固定用幾隻重去過關 對 好 那這裡有一些劇情 他就說目標已經開始行動了 我們快點去到下一個... 場景 那原本劇情呢 我們應該是講到... 嗯... 一些邪惡組織想捕... 三隻聖鳥去進行一些... 要利用那三隻聖鳥 都不知道做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受博士委託要去到拯救... 另外那隻聖鳥 好像是雷鳥 之前火鳥和冰鳥好像已經被人捉了 那現在我們要找另一隻出來 雷鳥 這個就是他那個隧道來的 OK 咦...捉住他 咦...幹什麼 喂... 為什麼捉住我... 我們終於見面了 哦... 哦... 這個就是... 這些是一開始劇情的人員 很厲害 好了 好了 對... 那幾乎 OK,大概就是他問我為什麼一直在...我不知道,大概是劇情 我猜他應該就是問我為什麼要追著他們,有沒有問我受誰的委託去追尋他們 好啦,那我們這隻好像是... 這隻我們用這招吧,嘩,對呀,哇,忘了回血 死了,我可能會輸,看來要輸了,黑色眼睛 這個人還要吃藥 噢,鬼火,沒了沒了,玩完了 完蛋 停,忘了回血了 我也想不到這麼快有劇情,這個劇情他抓我進去 然後問我你有什麼目標等等之類 沒什麼特別的,這裡 飛行技,嘩,他用了黑色眼睛 笑相沒問題,我可以特攻技 哇,他這個應該是那個招叫什麼 那招異常狀態加攻的招 用隻最快的是... 是不是你的最快 最快是你的 OK 這個的高鬥貓,應該是怕格鬥,我們用伸強拳 他好像,我記得他的特性好像是有降到密攻,如果沒有記錯 所以這隻也挺難打 很厲害,超能力,我可以拿這隻 他完全打不進了 其實這個難度也很難打,老實說 都不是容易打的,我這招是加...不,這招是燈眼 我應該要換蟲,不過不要緊 嘩,很硬 這隻有沒有機會打贏呢? 這隻可以了,這隻就是為了打第二個道館而練的妖精系寵 好痛 嘩,他說要跟這個人打,不是吧? HELLO GAR HELLO GAR,我好像輸了 HELLO GAR 有什麼技?我忘記了 嘩,沒有技喔 這招有什麼技?看看 嘩,MEGA進化 真的沒有技? 真的沒有技? 他一來加攻 好像要輸 他加了三級攻,不夠他打 HELLO GAR 我降低了難度也不夠他這隻打 過了難度也不夠下一個關卡打 有什麼可以升呢? 有啊,可以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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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六呢可以升 那我隻猴子可以進化 那我隻猴子可以進化 那有什麼不同說法呢? 話是說 就因為壓了那個level才不夠打 一般正常的Pokemon就是 可以允許你在這裡 允許你在這裡等級壓制 這個時候當然要等級壓制 好,我們主星的火爆猴 火爆猴升多一點就可以 可以進化 一進化就打死他那兩隻 他還要用Mega進化 嘩,多麼難打Mega進化 聽說他這隻遊戲還有下一個難度 下一個難度就是第一個道館 或者道館應該全部變成用Mega進化 那些我絕對不會挑戰 那些我絕對不會挑戰 因為浪費太多時間 浪費太多時間去到鍛鍊 可能你第一個道館已經要 每個道館 可能我估計 這個我不知道 我估計應該每一關 你都要特意捉一些精靈去到過 實在太過hardcore了 太極限了 所以我都未必會去到想去玩 未必會想去玩 幾個內進化 28 馬丑好像28進化 嗯 OK 其實那隻狐主犬應該可以放 狐主犬應該可以放頭 先打贏那隻夢鳥 我們試一試吧 因為狐主犬在一會的關卡沒有什麼用 我覺得 我們用惡技咬他更好 反正我的狐主犬沒有所謂 你喜歡的就弄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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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用這隻 再用一個空氣 搞定 這樣開頭好像好很多 這個時候他就會用fake out 我們用 我們先用這隻 然後直接擋住 然後直接擋住 36應該頂得住 29頂不住了 我們換重 這裡 他會用... 這隻其實應該是可以放低的 因為待會打黑魯加不會用到他 好 那就放低 然後這裡用子彈拳 應該死的 OK 夠殺 就慢慢可以屈死了 他電磁波 有得是電磁波 打得贏他就可以了 喂 你不是打不贏他 可以 接著下一關我應該是會用... 猴子 猴子先的 他很大機會一下就打下來 我們照樣打就可以了 喂 煉獄 因為煉獄已經死了 遙火沒有 好 OK 他用了突閘 這裡 他用了突閘 所以我可以遙防舞到他 他應該很大機會輸了 今場 如果再... 即是如果再保守一點 我們可以在這裡保守 等他打自己那一下 我們必贏 好嗎 保守一個 好 好 贏硬 冷革 還可以輸 嘩 不是真的輸了 真的輸了 神經病 咦 這裡也輸了 他剛才突閘打不死我 啊 竟然 我竟然打不死他一下格鬥 真恐怖 真恐怖 他可以試試打自己 還是他已經設定不會打自己 他好像真的不會打自己 他好像真的不會打自己 不如我們催眠他吧 咦 他剛才打不中 但贏了 不會輸 贏了 對 要... 即是如果你打一些 再更加難的難度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打 即是看看他用哪些技能 這個是... 地屬的... 特殊攻擊 我們不要了 地屬的... OK 行了 終於打贏了 神經病 就算是 否 只要不少 我們可以打開 我們可以打開 我們把一個人負責 打開 後來 我們有些人負責 我們可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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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開 我們可以打開 我們可以打開 嗯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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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剛才的劇情我沒有翻譯,因為英文很深,我自己英文不熟 所以他就說了,這裡下面應該可以去到下一個劇情 但上面這個阿叔就說他沒有那個技能 他沒有那個技能,所以給了另一個給我,就是HM01 那他就說HM01會去到另一個城鎮,有一個城鎮就會有碎石 好,那今集的時間玩了那麼多,我們下集再繼續這個銀幫 而這個難度其實我覺得都還可以,雖然他不是最難的難度 也不是最簡單的難度,但他都有一定的挑戰性 他都有一定的挑戰性,就算我這一隊也有點困難 按照道理,下一個應該就會在這裡 通過了這一隊就會去到某一個城鎮,之後再拿一些道具去到那個劇情 那中間剛才沒有逆到的劇情,我應該會後製再告訴大家 究竟發生什麼事 當然啦,我也是用Google翻譯的,所以其實劇情可能未必很到位 大家,那就多多見良,好,各位下次再見,拜拜